视频里面小麦的上面有一个云的图案 后来取消掉了 所以大家拿到的图都是没有这一个小图案的 直接就是小麦 首先先把绣包打开 把绣包包上 把图案放到绣包的中间 然后把绣包拉平 把绣包拧紧 然后拿出一根黄色线 一根像有六小谷 从线的中间这样分出两小谷来 把它撑开 撑到枕上以后 把两线尾剃开 一边短一边长 在胶长的线尾上面打结 这样单边的两股线来绣 然后接下来先把脉绣绣出来 用橘绣绣这样在线条上面 这样从这边小线条的根部穿出来 然后再从根部穿上去 然后穿到这个线条的头这里 把这个线在这边那边过一下 然后接下来再线条 鸡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中间再绣一整 这样再绣一拍 鸡蛋 这边master修完以后 这样把这根杆给修一下 直接穿上一针 这边下一碗以后 再翻出两股线来 再放入酒 然后接下来再用这个线 它是随意的绣 把这些个线条覆盖一下就行 等一下还要用深一点的黄色线 然后再绣一些线条 所以这些线条现在不覆盖住也没关系 再绣一些线条 这样交错着再修一些线条 然后用橙黄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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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橙黄色线 然后用橙黄色线 鸡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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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